字幕by索兰娅 Hello 大家好 已经两个星期没有行山了 今天带大家到这个八仙岭的自然教育领去行山 當然相比起真正的八仙嶺 那個難度是差很多的 我們事不及遲現在就出發了 我們現在就正式出發了 看到前面有一對行山的夫婦 他們是很好的 在行山期間他們帶了一個垃圾袋來 邊走邊清理附近的垃圾 非常值得欣賞的 在我身後的就是春風亭 阿雪其實這個八仙嶺有個故事 在十幾二十年前發生了一場很大的山火 在這個山火裏面有些老師和學生 他們是喪生了的 我十分之不幸 所以後人就有了這個春風亭 就來紀念他們 走了一段路之後 就發現這個八仙嶺自然教入境 其實十分之容易走的 因為它其實沒有什麼分岔路 一條路就跟著走就可以了 那十分之不容易當是失路 很適合一些剛剛行山的人去走這一條路 但是前面那段就比較多樓梯 要小心一點 因為都需要很多的體力 因為那個樓梯都幾高 以及那個梯級都幾多 但是對於我這些 這麼喜歡自己冒險的人來講 都十分之容易去完成的 這一條路 各位 那這個位置就寫著危險 泥石樓 那應該這裡有發生過這個山泥傾蛇 你看一下 都十分之危險的 那些草都很亂 那記住行山的時候 小心一點 特別是下雨的時候 又或者是路比較滑 那就避免在那天去行山了 哇 走了這麼久 都依然是一直這樣 可以上樓梯啦 上斜路啦 但是呢 走得越高代表什麼 代表你待會看到景色越漂亮 你在越高的地方 看下去的景色 一定是給你在平地 或者水平的一個 地面去看那個景色更漂亮的 所以呢 我覺得是值得的 雖然我還要上300米 上去最高點 待會就拍一些景色給大家看 我沒有氣了 我要繼續走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這裡的景色 我走過半路而已 我已經喘氣了 但是你看到那個湖超漂亮 我打算再走高一點 讓大家看到它的全貌 終於都走上去了 但是其實只有一個吉的 因為呢 這個就是白鮮靚的入口 你要看到我剛剛拍到那個 這麼漂亮的大湖呢 你要再走上這個天梯 八仙嶺 那我聽朋友說 這個八仙嶺 是十分十分之難走的 而我現在的身體狀況 應該是走不到上去的 那當我身體好一點的時候 再帶大家走上去 那所以我們的目的地呢 就專門去 走去這個左手邊的新娘潭 那這個新娘潭呢 其實是都有一個小故事的 那故事就是 那有一位新娘就在那裡出家 那這個花橋又跌了下去 那接著可以跌到那個瀑布裡 那之後就 起了一個名叫新娘潭 那我等一下呢 就看一下有沒有經過那個瀑布 再拍一些景色給大家看的 那剛剛呢 就遇到一個婆婆啦 她又看到這些花 那她就很好奇去問 這些是什麼花來的 那她就說是水珠花來的 那給大家看真點 那她就說這些水珠花呢 我們是不可以摘的 還有 是不可以自己種植啦 因為會犯法的 那相傳就是因為呢 那時候呢 新年的時候呢 就很多人去 拿這些花來去做一個種植啦 又或者拿來去過年用啦 那導致這些花呢 是貧能絕種了的 再給大家看一看 對啦 這裡很多其實 那是不可以摘的 還有也不可以種 所以呢 這些花呢 已經是一個貧能絕種的植物 糟了 逛逛逛呢 突然間有點當失路的感覺 有點害怕 因為呢 我就沒有遇到這個新娘潭的 那但是 因為 剛剛說上去那裡拍一些美景給大家看 就沒有想過那裡是八仙嶺來的 沒有上到啦 那為了補償大家 我就走了去新娘潭 那但是走到這裡呢 突然間就好像沒有什麼人一樣 還有人 那條路呢 好像有點奇怪怪的 那祝我好運可以走出 那我這個冒險家 就是終於冒險 有什麼可以難到我呢 應該都沒有 我要繼續前行 哇 剛剛就是黃蜂嚇到我 哇 嚇死嚇死 好 我們繼續前進 各位觀眾 走了這麼久呢 終於都有一些比較漂亮的景色 給大家看一下 那就是這朵的小花花了 那是風中到搖擺搖擺搖擺 那但是重點不是它 哇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裡的山景 山連山感 十分之... 宏觀啊 我也不知道有什麼詞語 宏觀合不合用 應該合不壞 遠處的山 哇 十分之正 這裡可以停留一會 再給大家看一看 OK啦 那前面還有很遠的路 我想看一下一些海景 不知道有沒有呢 那就繼續出發 那現在呢 就來到這個... 焦鏡潭 那這個景色是十分之美的 但是呢 我過來的時候 你會看到這裡是十分之危險的 我又... 爬了過來啦 上面這裡有一條很彎的樹枝 就令到我可以過到這裡了 好啦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焦鏡潭 到底有些什麼看 哇 你看到一條... 小瀑布啊 那我... 走近一點給大家看 你看到下面的石呢 都... 十一粒十不停 哇 那... 那個瀑布聲啊 都... 不算說很...厲害 但是... 走近一點給大家看到 有多... 這麼... 氣勢磅磅 哇... 欸... 哎呀... 真的跌倒了 你看下面 超危險 再走近一點 對了 唯... 我給觀眾看到更漂亮的景色 我跌了出去 哇... 下面那裡... 好像有些... 嘔吐物那樣 不知道是不是一些... 化學廢料 那你見到... 嘩... 這個瀑布... 流下來 那上面那裡有些人在那裡拍照 打卡 那我想再走近一點點 但是... 我怕跌了我的壺路 應該... 但我會流水的 應該沒問題的 好啊... 等一下我就是過去那邊給大家看一看 首先欣賞一下這裡景色 嘩... 是不是很棒呢 好啊... 好啊... 各位觀眾 我現在... 來到這邊 準備... 走上去 你看... 這個位置超級斜 我想走近一點 拍了漂亮的照片 我出發了 祝我好運 各位觀眾 我終於上到來了 嘩... 看上去真是超級驚險 那... 看看我身後那個瀑布先 嘩... 又見面了 看我身後這個瀑布... 多棒 走到一個超級近的位置去拍了 好... 那我... 再走近一點點給大家看 真的很危險 這個超級變 嘩... 這個位置應該是最近 再走呢... 其實那邊很滑 嘩... 從這個位置看上去 十分之壯觀 是嗎? 嘩... 剛剛流到那個潭呢 就是這個位置 剛剛那個黑色的潭呢 這裡就是燒驚潭 這樣離開了瀑布之後呢 這裡有個燒敲場 這個環境都是十分之不錯的 那... 還有這裡有一棵 很漂亮的 白色花花的樹 還有呢 我沒有高譜 就... 突然間沒有電了 那... 剩下來的行程呢 我就需要用我的手機去拍攝錄影了 原來剛剛那個... 燒烤場呢 已經是差不多接近這個終點了 那...走多段樓梯呢 就來回這個出口啦 那... 今天的行程 就走了這個... 八仙嶺自然救浴境啦 還有這個... 新涼潭的自然救浴境啦 那... 那... 這條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啦 今天的行程都十分之開心的 那... 如果覺得我的影片不錯的話呢 記得 CLS啦 comment like and subscribe 那我們下條影片見啦 拜拜